豹子和狮子会产生爱情吗 而它们的后代为什么没有繁殖后代呢 今天鱿鱼就来为大家盘点那些 六种让你意外的杂交动物 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劳烦您帮忙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给鱿鱼霸气鼓励 谢谢 猫狮兽 原来在创造新物种的尝试上 从来没有停止过 猫狮兽就是这种尝试的其中一个结果 猫狮是熊豹与雌狮杂交后的产物 猫狮兽的头部更像是狮子 甚至会有鬃毛 但猫狮的身体上则有豹斑 猫狮因为有狮子的基因 所以体型要比豹子更大 可除了豹纹 却在骨子里也更像豹子 格外喜欢攀爬和细水 印度和日本都曾经尝试繁育过猫狮兽 而方法也都是事先将此事麻醉 不过猫狮兽受到了生殖隔离的影响 不能繁育后代 1985年最后一只猫狮兽死亡后 便再也没有猫狮兽出生过 猫狮兽和狮子都能繁育下一代了 那么这些动物在一起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呢 明明都是羊 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呢 绵羊和山羊 绵羊和山羊的名字里面确实都有羊 但是它们的染色体数量却不对等 加上两种羊有生殖隔离 所以自然状态下 它们并不会杂交 然而人类却很想得到一种毛好肉也好的羊 所以一直都在尝试将二者结合 虽然多年来都收效甚微 倒也不是没有成功的 2000年 非洲的博次瓦那和新西兰就发现了成功的案例 只是除了这两只 至今再没有找到成功繁育出 绵羊和山羊杂交的物种 绵羊和山羊既然都已经尝试了 那么人类难道不会对可爱的羊驼大注意吗 如果让羊驼和骆驼结合一下 繁育出的品种会不会经常吐口水呢 骆驼和美洲驼 美洲驼其实指的就是大羊驼 它们的薪资和我们常说的那种草泥马差不了多少 因为这种美洲驼在离家出走时被警察抓捕不仅会拒捕 还冲着警察脸上吐口水 但是人类怎么会想到让羊驼和骆驼结合呢 因为美洲驼还有个别称叫无风驼 骆驼又是双风驼 这俩加一起最后就得出了一种单风驼 性格温和还吃苦耐劳 专家表示这种单风驼的寿命可以长达60年 尤其是性格很好 不会吐人口水 单风驼的成功让很多人看到了杂交的希望 所以他们想要杂交的动物越来越离谱 马鲨 鲨鱼和马究竟要怎样才能结合起来 而它们的杂交物种究竟要收获在陆地还是海洋 或者是凯路两期 不过这样奇怪的生物并没有被培育出来 这只是网友们异想天开合成的图片 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在将来会有这样的物种出现 可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也有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 等到真的有这样的生物出现时 我们可能就会惊奇的说 这不就是马鲨吗 人类除了想出马鲨这种杂交物种 还有什么奇怪的尝试呢 马虽然和鲨鱼现在没有可能 但是和驴子却有一个好结果 骡子 马和驴子的产物骡子 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 骡子继承了驴子温顺 肯吃苦又继承了马 健壮的体格 在农家非常受欢迎 只是骡子也受到马和驴子的生殖隔离影响 导致杂种不育 因此想要培育骡子 必须要马和驴子相结合 除了骡子是杂交后 反而品种更好的例子外 杂交猎西似乎杂交后也更加成功 杂交猎西 杂交猎西可以更好地适应残酷的自然生活 并且还增加了生存率 这种杂交猎西是生活在加拉帕哥斯群岛的 陆猎西和海猎西杂交后的结果 而且这种杂交的猎西 甚至可以进行野外繁殖 它们以陆地猎物为食 而且更加擅长攀登崎岖的地形 生物学家怀疑 这可能是猎西物种 为了能够更加适应目前的环境 让自己品种得以存活而做出的选择 到2019年 它们已经在岛上找到6只杂交猎西 但动物们因为环境恶劣 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呢